31 中華工商時報 金融業激待數字化轉型 2015年7月27日頭版01記者曹正日北京報導 在數字時代,金融行業從商業模式到渠道 產品和服務經歷著快速變革 需要從渠道、產品服務、客戶三方面轉型 實施數字化戰略 日前,華為以從Soit 創新金融為主題在京調開了第三屆全球金融峰會 今年在招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 吸引了包括中國建設銀行、亞洲銀行家、華夏銀行、 聲展銀行、德勤、Infaces等九百多位海內外金融客戶 共同探討如何從平臺轉型、產品創新、 服務交付等層面系統化推進銀行信息化建設 從數核心競爭力、激發創新活力、數字化、 移動互聯網、普惠金融將成為改變金融服務業的三大趨勢 面向未來,銀行業將向著網絡化、 運業合作、數據為中心、客戶在意認識、 風險價與產品、三方機構等方向演進 亞洲銀行家創始人兼主席Emmanuel Daniel就表示 華為企業BGMarketing與解決方案銷售總裁何達炳表示 我們希望與金融業的客戶與合作夥伴一起 重塑金融 構、應對並加速業務轉型 目前已經在金融運、大數據、 創新服務渠道等方面有了一些成功實現 並不斷推進創新課題研究 這些成果將幫助金融行業客戶究竟開放、 彈性、安全、成本可控的平台 建立智慧全面的數據體系與敏值的服務渠道 峰會期間,德勤華與華為聯合發布銀行業洞察白皮書 德勤認為,如今銀行已經實施數字化戰略 並扶以有力的支撐體系及此能力建設 通過雲價構轉型 銀行不僅能提高分析效率、降低運營和創新成本 還增強了數據儲備能力和栽備能力 通過大數據策略,能分析可能客戶數據 迅速理解客戶的實時需求 並有能力針對此需求做出行動 從多渠道發展至全渠道 最終實現一致客戶體驗 無縫客戶力清,全面渠道選擇 華為企業BG金融系統部總裁劉利文就表示 華為除了提供更開放、易於聯接、標準化的平台以外 還自力於與合作夥伴一起為客戶打造一個更高性價比 更靈活、安全的金融業務系統 來面對今天的挑戰 並謀求未來的發展 成為幫助金融客戶 究竟面向互聯網家時代的創新 ixt 基礎架構的最佳夥伴 在這方面我們會有關照明的 有關照封股戶 並且是新興建的 在這方面我們會有關照相關照的 中文販訪